多年来 加州在极左激进派影响下 接连通过重罪变轻罪的47号法案 以及放宽罪犯提早假释的57号法案 一次次号称司法改革 打破已有的司法惩戒制度 这些改革都主张施暴者的权益与公正 声称为有色人种争取权益 不被过度判刑 但对受害者几乎不闻不问 这都是黑和黄的人听的 他们没有看到其他人的权益 在其他人的权益 解析卡科尔德于周四 在一场记者会上指控 洛宪地方检察官贾斯康 帮助杀儿凶手假释出狱 他提到在阻止杀儿凶手的 假释请求过程中 他无法取得与洛宪地检署 等同的案件卷宗 他质疑假释程序与审核方的公正性 柯尔德的儿子 在2009年4月17日参加派对时 被十多人群殴用刀枪等伤害致死 施暴者被定罪判刑 近年加州立法者连续推出 司法改革提案 在SB82提案试图重定义 抢劫罪受阻后 大幅缩减持枪犯罪刑期的 AB1509提案 将于下周二27日进入公共安全委员会讨论 AB1509如果批准了 我们会减少于90%的犯罪 用一枪刀架来批击罪 或凶杀其他人 他在周四一个响应犯罪受害者权益州的记者会上 呼吁民众写信给州众议员 并参与下周二的听证会 为公众权益发声反对AB1509提案 新唐人记者王自义 洛杉矶下方报道